快快快 起来起来 爸 怎么 爸爸 你妹妹流鼻血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个 走走走 送到上医院 爸妈一下 快 快 妈 快 回来 放这儿 放这儿 妈 你等一下 我去让叶老师帮忙 好 文俊 叶老师 怎么了 叶老师 我妹妹生病了 要去医院 在哪儿呢 就在那儿 爸 卫虹 卫虹怎么了 有这么多血 走走走 赶紧上医院 等一下 等一下 快 来 上来 好 等一下 赶紧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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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晋 快走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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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虹 算了 别耽搁了 咱们背着她上医院吧 走吧 好 走 走 走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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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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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 大夫 那边 快快快快 快快快 来来来 来 小心 放退窗 好 好 来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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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妈妈 妈在这儿呢 不怕 到医院了 有大夫呢 不怕 妹妹没事 不会有事的 大夫快救你的 也不会有事的 对 在外面等 我们都在这儿呢 在外面等 卫虹 我们坐在外边等吧 对啊 妈 坐会儿 你别着急啊 先坐会儿 我 我 我 不是 都怪我 都怪我 你说我怎么不早就送他来医院呢 你说他平常老流鼻血 我怎么就没在意呢 我应该早送他来医院 都怪我 怪我 你别这样啊 妈 别 卫红 文娟她平时身体挺好的 不会有事 都怪我不好 我不配当这个妈 我没有照顾好文娟 妈 这事也不能怪你 你现在这样也挺不容易的了 是啊 卫红 你可是一家之主啊 再者说 你千万可得冷静 都指着你呢 对 妈 你看我跟文娟是兄妹 我身体这么好 文娟她也没什么事的 妈 你放心吧 对对对 这 浩华说得对啊 老天保佑 求老天爷保佑 保佑文娟没事 保佑文娟平平安 要是他没事 有我的命换都行 求你保佑 别 别哭啊 母亲仔 母亲 哪儿 水 跟文娟 雨 我 从 心 封闭 封闭 父亲 封闭 封闭 妈 怎么都这么长时间了 文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别胡说 您妹不会有事的 要不你回家睡觉吧 明天还得上学呢 没事 我就在这儿 等着文娟出来吧 不耽误上学 叶老师 你回去吧 小婧一个人在家呢 我跟浩华在这儿就行了 那怎么行啊 还是文娟这儿重要 我家里边没什么事 这儿有个什么情况 我好有个照应啊 大夫 我女儿怎么样啊 什么情况啊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孩子的生命体征 已经完全没有了 这不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 送来的时间太晚了 既爱吧 好 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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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稳娟 稳娟 你别吓麻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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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跟我们说清楚啊 我们也是按照 正常的程序进行的 如果说您有什么怀疑的话 可以交司法进去 你可能在这儿呢 快给我们回家吧 你是不是跟我们闹着玩的啊 别闹着玩了行吗 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请您节哀 你别胡说了 我女儿她没死 你别找我女儿死 你冷静一点 我们现在要把她推走了 谁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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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你们谁敢推我女儿走 我女儿她不会死 她病硬着呢 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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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娟快起来 你不是说你要穿新衣服吗 你要吃好吃的吗 你快起来啊 妈 妈都给你买啊 你不是说你要上美书办了吗 妈答应你 妈答应你 你只要醒过来 妈什么都答应你 妈 妈 你大夫 大夫 你大夫 让我看一下孩子 你别动我女儿 请相信我好吗 醒了就好 还是让大夫看看吧 快准备 好 那我们就在这儿 我们不出去 好 来 交给我吧 我们就在旁边啊 我们去 来 让一下 妈 好 感觉怎么样 有点困 温娟 你在家都晕倒了 而且流了好多血呢 而且你刚才都 我流血了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听你哥瞎说呢 他就这样 什么事都胡说八道的 没事的 你就跟平常一样 你不是老流鼻血吗 是吧 妈 我想回家 等病好了 咱们就回家 我说了 可是我不就流点鼻血吗 这也要住院吗 这咱们说了不算呀 得听大夫的 大夫让咱们出院 咱们才能出院呢 对对对 温娟 听你妈的 叶老师 温娟 你得谢谢叶老师 是叶老师把你 背到医院来的 谢谢叶老师 不用 叶老师 你赶紧回去吧 那个温娟 现在也没什么事了 好 那我回去一趟 病人家属 请跟我来一下 来 照顾妹妹 爸 你怎么了 我 静静 把你给吵醒了 没事没事 你回去睡吧 爸 你这不是 刚刚才回来 外面的雨 还没有停下来 你还要出去啊 温娟这不是得病了吗 我从他们上医院了 回来拿两件衣服 温娟得了什么病啊 不要紧吧 应该没事 你赶紧回去吧 明天还记得上课呢 那你赶紧照顾他们去吧 这样啊 这个 叶静 我明天早晨呢 不见得能赶得回来 你一会儿呢 自己先上好闹钟 明天早晨啊 你到外边吃点早点去吧 自己上课去 嗯 好 爸爸赶紧走吧 好 对不起啊 对刚才的事情 向您道歉 这种情况的实数罕见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在医学上呢 叫假死 就是 人的循环 呼吸 脑的功能呢 受到高度的抑制 生命机能是极度的微弱 一般的检查方法呢 很难检查出生命体征 所以呢 看起来就像 那大夫 我女儿她 现在情况怎么样 她之前患有的 肝肚状和变性 现在已经开始恶化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可是大夫 我一直按照你说的 按时吃药 也注意饮食了 怎么还是会 你知道这个病啊 本身就很难控制 病情稳定 或者是 加剧恶化的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检查结果 已经表明 她的肝现在 已经是严重硬化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建议 还是保守治疗吧 保守治疗 你呢 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像她这种情况 能活多长时间 我们也没法保证 不会吧 大夫 你现在说的 肯定是最坏的结果 我女儿她 不至于会这样吧 相信我们 是不会有错的 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 你也可以找 其他医生做一个诊断 可是大夫 我求你 能不能想想 看看还有没有 什么别的办法 不能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我的女儿 不过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那还有什么办法 还可以做肝移植手术 文娟呢 到哪儿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 好好地养身体 好好休息 可是 我得学习怎么办呢 文娟 那你得把身体养好 才有精力学习啊 你看看 到底是大一岁的哥哥 那明白多了 我得把身体养好 腊下功课总不好啊 腊下功课怕什么呀 腊下功课没关系的 不就腊下几节课吗 是吧 是是 来 坐 怎么会没关系呢 妈 你以前不是说 无论怎么样 学习一定不能放松吗 那个 现在不是你生病了吗 是吧 等以后身体养好了 不就没事了吗 再说有什么的话 哥哥替你补 对 有哥呢 那要是这几天 李经的成绩超过了我怎么办 不会的啊 李经的学习那么差 就你一学期不上学 他都赶不上 对 再者说文娟 不就是补课吗 你不把叶老师放在眼里 那我可要生气了 妈 医生说我是什么病 你 你能有什么病啊 你这么小 不可能有什么大毛病 大夫说就是营养不良 再加上饶了粮了 发烧了 发烧 我也没发烧了 现在烧退了 你都不知道是吧 对对对 别想了 好好养病 你就是胡思乱想 就是因为上回啊 吃羊肉吃少了 好 好 来 来 来 卫红 你看你这衣服弄的 也没顾得换 我刚才回家的时候啊 随便拿了几件 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你就将这儿穿吧 叶老师 你想得还真是周到 你回吧 文娟这儿现在也没什么事了 你明天还得上课呢 没事 我睡得早 刚才浩华敲门的时候啊 我都打了好几个盹了 倒是你也没顾着休息 抓紧时间打个躲吧 我没事 你也回去吧 妈 妈在这儿就行 要不你回去 我在这儿陪文娟吧 不用 你回吧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 平时需要休息 你们别打扰他 留下一个人陪他就行了 好 知道了 我们马上就走啊 好的 不好意思啊 你们赶紧回去吧 反正你也别太着急了 总有办法的 知道 会吧 妈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 在这儿陪文娟吧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回去 文娟 那哥走了 我明天再来看你 拜拜 拜拜 走吧 来 闭上眼睛睡会儿啊 妈陪着你 睡吧 还可以做肝移植手术 但是呢 必须得有人捐赠请万 而且这个费用 是非常昂贵的 需要多少钱 至少得三十万吧 爸 爸 你看 我的奖状 我女儿多优秀啊 改天啊 好好表扬表演你啊 秦翔 爸 爸 秦翔 你笑了 秦翔 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过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们了 我们还要每天跟你去夜市摆摆 还要帮你卖酒菜盒子 我不要这样的生活